我的天呢 318太疯狂了 小姐姐穿旗袍 哈喽哈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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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这边录营的 我可以拍你吗 可以啊 好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筷子 318真的是各路大神 各显神通 刚刚又来了一位骑边三轮的小姐姐 咱们赶紧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你这也是318一大 一大风景啊 穿旗袍 不冷吗 不冷 不冷啊 太阳这么大 你这边三轮是电的还是油的 我这是电三轮就是频度有200公里 续航 我是两组电瓶 走那个山路就是二浪山还有轴头山 我是能跑四五十公里 四五十公里是吧 能翻过来反正 对 一直骑过来 但是这个电机有点小 它就是容易发烫 容易发烫是吧 那其实也不能长时间跑 对对 烫的时候我们就先些 这都是你东西啊 对 我东西拿了一出来 我帐篷搭在那边的 不是 你咋也带个鸡呢 怎么在一把路旅行带鸡吗 我妈说她说她说我那个怎么说 她说带着鸡生蛋吃 结果到现在一个多月了 一只蛋没给我 一个蛋你生 见到没见到 见到没见到 你是哪里的 我四川德阳的 四川德阳的是吧 你一个人 对 一个人出来有点猛 哎呦 一个人 人家说318都有故事的 你是不是也有故事啊 故事还是有 但是就是自己一个嘛 自己一个人 一直上班一直上班 上了十几年了 现在也想就是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啊 哎呦我的天啊 放松一下 应该天天是不太好 对 哎呦你看你皮肤也帅的 对啊 你看我帅 对 胳膊上还好一点 对 哦 手上啊 手上啊 你看这手跟胳膊 对 都两个肤色了都 对 赶紧你做好防护啊 没有 我就是很随便 我就是只要不冷的就行了 只要不冷的就行了 这有点关风啊 因为加衣服 对啊 这裙子给我挠抢 刚才是不冷 那会儿还有一点热 他们吹风就没事的 你一个人吗 我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 对 我们有一个同伴 也在路上也是的 哦 哦 我看你嘴唇都 嘴唇都裂开了 对对对 我也那个心肌切血 所以说嘴唇也发紫 哦 高氧 高原的话也就是吹氧也会有点发紫 哦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你是离异的还是说老公在家里 离异的 离异的是吧 离异很长时间了 很长时间了 都想不起来多少年了 都想不起来多少年了 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 对对对 有没有打算找一个 找一个不好找啊 不好找 可疑不可求嘛 是吧 您却无奈 你看我之前拍过很多318捡媳妇的 有没有人去打赏你啊 没有 可能我那个什么 声音跟打扮啊 就吸引不了人 吸引不了人 所以你给自己穿个旗袍是吧 对我穿个旗袍 我今天穿个旗袍 我就照耀 我就穿卡卡的 哈哈哈哈 有没有效果 也要看缘分 也要看缘分 是的 开玩笑这样讲 是的 你这小车挺好挺好 还可以 能跑四十七八 嗯 十速 十速能跑四十多啊 对 就是你可以 等会儿你可以骑一下 蛮好骑的 那我也驾照的 我这个 替照 我上牌的 那我能骑吗 你可以啊 上车就能骑是吧 对 上车就能骑 你上来试一下吧 我给你弄好吗 我就在这里面骑一下 我给你倒挡 这是倒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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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你就卖点 那个是油门 这个刷车 对 好 我来骑一下看看 我倒挡给你挂好了 挂好了是吧 对 直接骑上去就是倒挡 对 当你往前走 就把那个往下边扒 好 这个往下扒 对 走 好走 走看看啊 在这里面 这跟电瓶车一样的 好好骑啊 这个 小车挺好的 我当时就是觉得他这个车特别漂亮 我才买的 多少钱买的呀 你这车 我买二车的 买六五 六千五 就是买加装了一株电瓶 哦 自己还加装一株电瓶 对 这电瓶加装多少钱 呃 两千多 两千多 那不八千多啊 对 加装烤架的 加装东西出来一个多了 我的妈呀 那还不如买个加油的 我觉得 加油的 不是加油的 没这个舒服 嗯 这个骑的 我跟你说 开风景特别好 这就我感觉骑跟电瓶车一样的 拧个把手就走了 拧个拧一下就走了 对对对对 你这个后面还骑着车去哪里啊 我去拉萨 去拉萨 去拉萨应该没问题 再往里面走我就真的不建议了 因为里面那个阿里好多无人区 里面我不去的 没充电的嘛 对对对对 因为你这续航就是 爬坡也才四十多公里是吧 那遇到无人区那真的是 是的是的 所以说我就走到拉萨 之后再看看怎么走吧 赶紧把帽子戴起来 真的你看我的 我先戴着吧 我先戴着吧 对对对 因为西藏这边 藏区的指望现在很强 对 我那天这先生就 撒脱下鼻子这一块 对我看你这胳膊 跟手跟脸 都有两个肤色 两个肤色了 嗯 你这东西就这么多啊 没有 我那个帐篷搭在那块的 搭那块 我就不用了 不常用的东西 我就放在斗里边的 常用的我就放在帐篷里边的 这都是米啊什么的是吧 这是土粮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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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新农牆丢的 我丢了 我那天我都醒了 我都两天没吃饭 一天都没吃饭 那下次不痒了 不痒了 丢了真的是心情都很难过好几天 对对 那你停在这里吧 你今天不走吗 我今天不走 我那个可能待个一两天 那你也住这边 我车站在那里面 好的好的 对 那我就放在那边 对 这样那个 你停这里吧 停这里 慢一点啊 我还穿着高跟鞋呢 我天呐 穿着高跟鞋 回回户外 东面还在前面 他也是到鸡的 真的 对 我们就是一起走的 哦 难怪呢 我说我这么巧 我就碰到两个带鸡 他碰一块鸡 你俩之前就认识是吧 不认识 我也是 在路上认识的 在路上认识 哦 我说 一个公的 一个公厅 一个公厅 你这母鸡 她那两个公鸡是吧 对 对 你帐篷 帐篷还没搭是吧 帐篷我搭好了 搭好了 搭好了 对 搭了 刚才我搭好了出去的 我把位置站着 万一等会儿别人 我别以为你敢来的呢 我那个出去 刚才出去拍照去了 哦 我以为你敢来 你俩帐篷都一样的 对 你俩是在一块买的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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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在网上随便找的 你看我那新的 他就 等着你俩还真有缘分的 你俩还是带鸡 两个帐篷还都一样的 我走了318 我在西藏走了两年了 也没碰到 就今天一下碰到两 哈哈哈哈 对 对 他也是一个人 我也一个人 对 那女孩 我就问他嘛 我说那个 你去拿撒套事呗 那咱一起呗 我可以啊 有时候我走快点 有时候他走快点 我们就是说 在一个营地就待在这 对 截个半 有个噪音 那我再问一句啊 因为说实话 很多人都说 刷到视频来318 剪老婆嘛 你如果说想找对象的话 择偶标准是什么 择偶标准 我觉得合适 什么叫合适呢 这个东西 你看我前夫 第一个 我特讨厌打牌的 我是不打牌的 我实际上我们这边 你知道 好多泽式人都知道 喜欢打牌 他喜欢打牌 而且我们这边打牌不小 喜欢喝酒 而且我们两个经常打架 那这种我肯定是不考虑的 打牌喝酒都不考虑 对不考虑 那有时候人家少喝一点 少喝一点也可以啊 那你说经常的 就嗜酒那种就不行了是吧 对对对 就这两个标准 对啊 条件也没有要求了 条件嘛 不能比我穷吧 那你是多要钱呢 我来问一下啊 我没钱我没钱 不能比我穷啊 对吧 不能比你再差了 对啊 你说咱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啊 对对对 是的 有点钱我觉得啊 我觉得说有点钱就是 呃 就可以了 就是够自己花可以了嘛 对对 生活够用就行了 对 也不是说我们要大手大叫化嘛 对对对 咱们也不是说那种 那种命啊 哈哈哈 哈哈哈 都过日子嘛 对对对对 咱们说再找一个也是想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是的 是的 嗯 挺好 来我跟美女喝个瓶 嗨 哎呦我的瓶了 我怎么没 所以你赶紧保护起来 你看我的面罩戴的 加油啊 就我们美女姐姐早就早到啊 另外一半 好谢谢 谢谢谢谢 也就我自己早就早到 我也一个人了 哈哈哈 你找到多久了 你跟我说 你可能缘分不在这里 说不定我也缘分不在这里 这个东西不好说 看月老啊 哈哈 月老怎么现在是不是跟我搭错了 搭到那个别的地方去了 对对 所以还得多跑跑 还得多跑跑 嗯 都留了留了 往新疆啊 到处都走走 嗯 那种 哈哈哈 不离了走 找不到人后就不回去了 哈哈哈 非得一个人回去 两个人 一个人出来 两个人回家 是吧 对三个人回家 哈哈哈哈哈哈 小姐也很幽默啊 哈哈哈哈 好就这样了啊 哦好好好 拜拜拜拜 拜拜